认诚晚期 很多孕妇都会说 下面有水流出来 这些水流出来 可能是尿液 少量的漏尿 或者是羊水 或者是阴道分泌物的增多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怎样来 尿液 来区分羊水和尿液 首先是 流出的地方 尿液是从尿道里流出的 羊水和阴道分泌物 是从阴道里流出的 羊水量相对来说 比较多 体味改变了以后 量也会增多 尿液量比较少 有的时候 有些孕妇 尿道口比较松弛 用了敷压以后 比如说咳嗽 或者是敷压增加的情况下 可能有少量的尿液会溢出 还可以根据颜色 尿液有微微的黄颜色 但是羊水一般是没有颜色 也可能在羊水污染的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绿色 或者是黄色的羊水 那么气味 也是一个鉴别方法 羊水是没有气味的 但是尿液 可能有一点气味 那么我们根据pH4 就pH4子也可以测试 因为尿液的话 它的pH4子 是一般在5.5到6.5 呈弱酸性 而羊水的pH值 是6.5到7.0 呈弱碱性 那么我们pH4子测试的话 呈就是pH4子 呈现是绿色或者是 有一点 缓达的 反应 在5分钟上 都放在6分钟上